大陆北京市团室委决定 从本月21号起到今年10月 全市小学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升国旗议事后 将安排出党旗议事 少先队员要向会有斧头镰刀的党旗敬礼 网民认为 中共举行这种仪式是要从小就给娃娃们洗脑 灌输党国合一的错误意识 不仅残害儿童的心灵 而且是在犯罪 21号是北京市中小学的春季开学日 北京市的小学生们发现 在早上的例行升旗仪式中 除了升五星国旗 中共党旗也被展示出来 全体师生被逼着向党旗治理 北京团室委负责人向《金华时报》证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这项新增加的内容 是用来培养小学生的所谓爱党的情操 为什么小学生崇拜暴力 将来这些暴力 小学生拿镰刀锤子 就割他们头 砸他们头 他要等着那一天 我想他们应该教育小学生 要怎么爱人 而不是拿着锤链刀去杀人 原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焦国标认为 当局这种做法太无聊 太无耻了 北京首创的小学生 向党旗敬礼 引起网民热议 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 有成千上万新闻跟帖 有网民说 北京市真恶心 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个 一面棋子能盖住一切吗 只听说热爱祖国 没听说要热爱某个党派的 强迫孩子向党表示忠诚 意味着什么太过分了 法律文化学者 民间组织律师观察负责人 赵国军指出 这种做法涉及侵犯了公民的信仰自由 和结社自由 大陆时事评论员宋时南在推特上也指出 让小学生在升国旗仪式上向党旗敬礼 这是坦率地承认党就等于国 国就等于党 而利用小学生的仪式宣传党 则显示党国政教合一的大手 要从娃娃抓起 去年10月 南京某名校禁止学生周末看湖南卫视 建议看央视 也引来网友的拍砖 网友说 我们就是被CCTV被中共式教育毒害了的一代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被毒害了 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引人爆笑的小学生作文 网友说 因为央视看多了 小学生的作文就写成这样了 五年级一班副班长张寥寥 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 文育委员李美梅陪同下 不愿签米 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 为他带去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你们拿到了这个国家公器和在国民教育这个系列来做 这个太放肆了 严肃的说是对我们未来年轻人的一种犯罪 这种犯罪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 在他一生中 就培养他信仰的失真状态 培养一种政治上的虚伪 在人格上发展是很不利的 中宣部旗下的网站 合肥中国文明网报道 2月18号 合肥市宿州路幼稚园在新学期来临的第一天 就让小朋友去认识中共党旗 合肥市文明办以党旗光辉赵同心为小标题进行了报道 新唐人记者秦学 李静 肖宇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秦学 李静雅